由价钱来了一路节节走高,不由也于昨日处击发15美元高点,创下了近四年来新高,对于车主来说,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,对航空公司来说同样也是,今天港股四家航空公司,是只一天真发了118亿元。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,中国国航下跌超5%,中国南方航空股份下跌超4%,国泰航空跌幅也超过了3%,此前国航、南航、东航把补的半年包显示,三家公司的净利润就因为今年以来油价上涨而消滑,对国境出行的车主来说,堵在高速路上烧,的不仅是油箱里的油,还是钱包里的钱, 接下来的消息恐怕,会更让他们揪心,美东时间周一,国际油价大涨近3%创四年新高,不由在盘中一度触及85美元关口,要知道,此前一个调价周期,9月18日到9月30日,国内就因国际油价上涨而上调了汽油,财油价格,10月1日凌晨调价后,汽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340元, 柴油价格累计每吨上调1290元,以油箱容量50升的普通私家车计算,这次调价后,车主们加买一箱油价多花约9.5元,有些人认为自己没话,油价上涨和自己就没关系, 这种思想是错误的,油价上涨,运输成本增加,会导致快递,菜,衣服等和自己息息相关的都会上涨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